上班老师 上班老师 谢谢你今天送我回来 今天因为我 一起加班得那么晚 真的是抱歉 律师加班是家常便费 以后等你成了 独立的带律师 再好好感受一下 那我先回去了 上班老师路上小心 拜拜 我先回去了 丰盛 都搞定了吗 还差一点 怎么不让我去见你啊 让领导陪你加班 还让他送你回家 我觉得不太合适吧 怎么了 我现在觉得你这个职业 算是高位职业了 有必要给你科普一下急救知识 首先是人工呼吸 怎么了 我现在不想回家 你能陪我走走吗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还是太嫩了 嫩不是挺好的吗 我觉得你也起来很舒服 一个 什么时候说的不是这个 好 那我不呢 跟我说说吧 我明明是想帮大家的 我也很努力地去做了 可最后还是给大家添了麻烦 我觉得自己特别没有 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 你也会有吗 你也会有吗 我实习的时候参加过一场手术 患者没能救回来 我觉得没有比医生更常感到不甘 和无力的职业了 因为面对的是生死 所以我常常觉得 如果我能做得更好 你也努力了 你努力了 你也努力了 不是吗 只要有努力呀 就会有成长 因为这些沮丧都是暂时的 嗯 那我要快点成长起来 不再给上官老师添麻烦 然后 变成像上官老师一样优秀的 律师 你组合一个上官老师 又一个上官老师 你再让我吃醋了 我算看出来了 原来你才是亚洲醋王本人 你说对了 人工呼吸可还没普及 还有心肺复苏 流氓 你是想收律师函吗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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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